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把原发病 比如把内风湿 把肝脏中和症 把这样的疾病如果控制得很好的话 形成肺间化这种激励就会小 当然好多肺间化可能我们还说不清原因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特化性肺间质间化 它可能就是一种我们现在说不清原因的这样一类疾病 那这种疾病呢 其实在防护过程中还是有困难 但是呢 我们整个的肺间质病 我们一个是要做好一个提前的诊断 比如说我们大概一年左右去做一个肺的CT 尤其是四十五以后的这样一个中老年人 加强这样一个肺部的这个提前 还有一个去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 也是提前发现 提前诊断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你们能做好的话 吻了原谅应酱 发生简直 Assalam learn 我们下一个组.." 帮助就有点一事 随 mixture